台日青棒赛张景玉1.1局14分吞败。高院3比5败给千叶。 MASDA台日高中棒球精英对抗赛25日开打,高院工商出战千叶线明星队,一度追上紧落后一分,不过中场仍以3比5吞败。 高院死战由张景玉先发,日前参加Nike青棒训练营,接受兄弟投手郑奇红一队一指导,明年有望旅外,不过今天出战千叶线明星队,他主投1.1局被敲6安,送出3次4坏球,失掉4分接位择失,最终承担败头。 年仅高一的吴胜红接替张景玉投球,表现称直,后援6.1局送出4次三阵,仅丢1分。 高院全场敲出7只安打,第6棒翁耀宗表现最出色,2局敲出安打,再靠保送跑回球队第一分,5局2出局2雷有人时再度击出安打,一度将比数追至1分差。 千叶由180公分右头渡不强太郎先发,主投4局被敲4安,送出5次4坏球,其中4次保送3次保送集中在2局,免费奉送2分,来自日体大摆高校的王牌侧头香山庆人接替投球,只被击出3安,失掉1分,拿下胜头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